黑猩猩從水中拉起一隻白鼻心 在狠狠地甩飛牠 甚至不斷攻擊 圍毆 爆打白鼻心 這一幕嚇壞不少遊客 動物園表示 木柵一帶 是白鼻心的活動範圍 這隻野生的白鼻心 誤闖黑猩猩園區 是十多年來頭一次 雖然網友議論 根本就像星球崛起真實版 但這真的是活生生的動物世界 動物園回應 發動攻擊的黑猩猩 叫做蛙奇 會這麼生氣 是因為誤闖的白鼻心 對黑猩猩來說是親門大戶 完全威脅猩猩領域 蛙奇牠是就是一家之主 那牠是就是這個家族裡面 就是最的老大 那在旁邊就是幫忙叫囂的 另外一隻是家族中年紀最大的阿嬤 那蛙奇跟阿嬤兩隻呢 就是為了要保護家人 所以就是想辦法的 就是拍出了白鼻心 動物園強調 黑猩猩的受射高達四公尺 不容易讓外來物種墜落 這次罕見的意外 將在確認防護高度 以及是否有讓野生動物自然跨境的方式 防範意外悲劇再發生 八大新聞時鐘人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